题目要我们计算一下46加上43是多少 我们把这个题目写成方便我们计算的格式 46加43 这里加上一条横线 结果写在横线下方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各位 从这里看,我们有6个1加上3个1 你也可以说是6和3 6加上3等于9 所以我们在这里写上9 9呢,它代表是有9个1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10位 4加上4等于8 因为我们在算的是10位上的加法 所以实际上它是40加上40等于80 也就是8个10 这里我们写上8 还有另外一种算法 我们也可以把这两个数展开来看 46相当于是40加上6 它是由4个10和6个1组成的 我们之前讲过 这就是46 接下来我们来看 43呢,相当于是40加上3 它是由4个10和3个1组成的 所以当你把它们加起来 我们先加各个数 6加上3 得到9 也就是6个1加上3个1等于9 这里写上9 我们再看10位数 40加上40 就得到80 4个10和4个10相加 等于80 这里写上80 我们最后把80加上9 就得到了89 和前面的计算结果是一样的 第二种算法告诉我们 在做十位数的加法的时候 4加上4 实际上是40加上40 4在十位数 实际上是表示的是40 这里的8就是80 9 1 21 21 2 2